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事件冒泡 是吧 事件冒泡有时候的话是不需要这种事件冒泡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阻止是吧 阻止这种事件冒泡 就是说在我们做一些效果的时候 不需要它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事件冒泡 为什么它要设置这种机制呢 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用到它 是吧 需要用到它 那么什么时候用到它呢 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事件委托 事件委托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利用什么呢 事件冒泡的这个原理 利用事件冒的原理 然后的话把这个事件呢 放到负极上面 把一些事件呢 直接绑定到负极上面 然后通过判断这个来源的子极 是吧 我们子极发生事件是不会冒泡啊 冒泡到负极吧 然后我来判断一下是哪个子极冒泡的 然后我就执行相应的操作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的话可以极大的什么 减少绑定的次数 比如说我有一百个LI 每个L上面绑定一个事件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绑一百次啊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事件绑在UL上面 是不是只用绑一次就行了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性能的啊 可以提高性能的 所以事件委托的话 第一个是提高性能啊 所以这个事件委托实际上是经常 经常会问到的 是吧 如果说你懂这个事件委托的话说明什么呢 你在考虑性的方面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就学了一些东西是吧 还是有一些经验是吧 就是说懂这个事件委托的话 可能会反映你什么呢 有一些工作经验是吧 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事件委托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提高性能啊 事件委托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让新加入的子元素也拥有相同的操作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啊 我们一会演示一下是吧 那么事件委托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 提高性能 另外一个他还可以什么呀 实际上还可以简化代码啊 简化很多代码啊 方便我们写那些代码啊 好 来看一下事件委托啊 好 事件委托主要是针对于多个子级绑定事件的时候会用到啊 那么后面大家开发的时候 这个绝对会用到的啊 事件委托啊 好 来看一下 这个 好 事件委托啊 事件委托是针对于多个这个子元素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列表是吧 比如说ul.list 是吧 里面的什么呢 li是吧 li 然后给它编个号 是吧 这个是多了 是吧 然后假如说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八 是吧 乘以一个八啊 这样的一个列表是吧 好 这个列表之后 我们为了方便观看呢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每个给个样式啊 大概的给点样式 比如说这个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每个li啊 比如说点list 然后它来一个背景色吧 背景色讲哪一个什么呢 gold是吧 好 然后list里面的li啊 list里面的li呢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高度啊 高度假如是30吧 30px是吧 然后的话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背景色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green是吧 green啊 然后把每个li把它分开一下 margin margin的话 给它来个 来个10px啊 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列表 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这样的一个列表是吧 这样一个列表啊 好 我们可以再把它分开一下 比如说list list里面再来个margin吧 或者来个padding 把它list的时代把它设为lum 然后的话padding再给一下啊 padding给一圈的padding是10px 好 为什么要给这样呢 就是把ul的范围和li的范围把它分开啊 好 比如说这个ul是指的在整个这个金色的这个区域吧 是吧 每个li的话是指的这个绿色的条 是这样的好分开啊 方便我们来做绑进式键啊 来区分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给它绑式键是吧 绑式键 好 比如说来一个先把gis引进来 等于这个gis里面这个jcory是吧 好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给li绑式键是这样的啊 绑式键那么先什么 先写一个ready把它获取到啊 是吧 然后是这样子是吧 好 怎么做呢 就是直接写是吧 比如说dollar什么呢 dollar 然后是点list是吧 点list里面的li吧 是获取到它的吧 好 然后绑式键 假如说是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怎么样呢 拿一个function是吧 function啊 好 然后我让它怎么样呢 让它背景色变一个颜色 可不可以啊 好 这是做事情是吧 那么做什么事情呢 让让它的背景色就是dollarz是吧 就是某一个li 它的什么css是吧 好 然后它的背景色啊 背景色然后变个颜色 然后拿一个 拿一个red可不可以啊 red啊 好 red不能这么写吧 这么写就是变量是吧 这么写是吧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把它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点一个某一个li是吧 点它 那么它是变成红的啊 点它它也变成红的吧 好 这个没问题是吧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写的是是不是只有一句啊 看见没有 实际上它是什么 它是绑了什么 绑了八次啊 实际上是绑了八次 没有 它自己自动去绑了是吧 自己自动去绑了八次啊 就每个li都绑了一个click 都写了一个click 相当于是 比如说 什么eq0啊click 然后eq1click eq2click 它是这么写的 实际上就是说虽然是一句 它就绑了八句啊 就类似于写了八句啊 绑了八次啊 这个是这个话实际上是挺整号性能的啊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一般怎么写的 一般是写成什么 写成这种什么 这个什么 事件委托的方式啊 好 事件委托的方式怎么写呢 那么这么写啊 这么写 好 这么写啊 好 写事件委托的方式啊 事件委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 把这个事件绑在它上面 绑在它上面啊 绑在它上面怎么绑呢 那么就是 多了什么呢 点利时的吧 点利时的啊 然后什么呢 拿一个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gat delegate 这就是事件委托啊 delegate 它代理谁呢 这个代理谁啊 代理这个 代理这个什么呢 li啊 好 这个里面是选择器啊 这里面是选择器 好 选择器 比如说li 就是它代理它里面的li 这个意思啊 代理它里面li 然后干嘛呢 是吧 然后看一下啊 它的写法啊 好 然后是代理它的click 是吧 代理它的click 然后是做事情是吧 做事情啊 好 然后是再打个 那么就相当于三个参数吧 好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事件 代理什么事件 是吧 代理这个click事件 啊 代理click事件 然后的话怎么呢 就是拿一个什么 再拿一个function 就是做的事情是吧 做的事情啊 好 好 然后干嘛呢 就是 嗯 然后这里面的啊 这里面的$z 就是指的它每次代理的这个li 啊 那么写法是一样的啊 就是$z $z $z不是指的这个ul了 是指的它每次代理的li 啊 就是每次代理的li 啊 代理li 然后是css 这个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啊 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这么写啊 这么写的话相当于是它只绑了一次 就是说这个事件只放在这个list的上面啊 好 这么写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 效果是不是一样的是吧 好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的话点击它是不是也变成红的是吧 点也是变成红的吧 点击变成红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事件委托啊 也叫事件代理啊 事件委托实际上也叫事件代理 两种说法是一样的啊 有人可能会问什么叫事件代理是吧 那么你说就是事件委托是吧 说法是一样的啊 好 那的话这个事件委托的话 还有一个现实的例子给大家说一下啊 刚才没说 就说 我们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在什么 收快递是吧 收快递的话 那么快递来的时候怎么样 你是不是要出去拿快递啊是吧 是不是很不方便啊是吧 很不方便 那么如果我们课堂上这么多人 我们委托一个人 专门帮我们收快递可不可以啊 是吧 这是不是事件委托啊 委托他 就是凡是我们的快递来了之后 都放到他那里是吧 我们下课的时候再去找他拿就行啊 这是不是很方便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叫事件委托啊 就委托给一个人 是不是这样的 不让每一个人都下去 亲自找那个快递小哥拿那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很方便啊 啊 这就是什么 委托的一个现实的例子 是吧 啊 那么实际上的话 我们这个例子也是一样是吧 就是把这些事实 都委托给这个UL 是吧 委托给这个UL啊 委托给这个UL 这两个的话 让UL来判断要做什么事情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事件委托的一个 这个这种写法啊 就是delegate 然后是委托谁 是吧 然后委托click事件 然后做什么事情 这个dollar list 就是指的每次委托的这个元素啊 好 好 好 世界委托的话 那么这里是一个简单的 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也一起演示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首先是什么 减少事件绑定次数 可以提高性能 是吧 这个可以什么呢 测试的时候可以帮你测出来 比如说它用一个工具栏 帮你测一下 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 程序执行的是多少毫秒 是吧 啊 那么的话 世界委托肯定是比这个什么 快一点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次可以让新加入的子元素 也拥有相同的操作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那么新加入的子元素 可能怎么样呢 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事件啊 我们来可以演示一下啊 演示的话 结合这个我们后面学的啊 假如这个地方 我还是不用事件委托的方式 还是用这个前面的方式 是吧 我们来比较一下啊 比较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是吧 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绑了八次 是不是这样呢 绑了八次啊 好绑了八次之后的话 假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什么 动态的再加个LI进来 可不可以呀 再加个LI进来啊 好 加个LI进来 怎么加呢 我们可以在提前学点东西 就是什么呢 节点操作啊 节点操作就是我马上要学的 什么呢 这个节点操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动态的往这个元素里面什么 再塞标签吧 塞标签前面我们可以 前面我们的方法是用HTML来塞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样塞的话是一字性把整个的都改变 改变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样的话就操作不精确 我现在想在这个想在这个第八个LI后面再加个LI 想做这个操作啊 那怎么做呢 那么这么做是吧 比如说那么的话我们来提前学样啊 这个我们后面会具体再讲啊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先新建一个LI啊 比如说挖一个$LI等于什么呢 多了这样子的啊 好LI啊 比如说这个是反斜杠LI啊 这项目是新建的一个标签啊 新建一个标签元素 是吧 把它复制给他啊 然后这个里面是个9啊 9是这样的啊 好 然后这新建的一个标签元素怎么放到页面上去呢 放到页面上去啊 那么直接的这么放啊 这个这样的话啊 多了什么呢 多了 然后是点list吧 点list 然后拿一个append啊 append append这个多了LI啊 这个就放进去了啊 这个就放进去了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9个了是吧 看一下啊 好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有9个了 有9个了吧 有9个啊 好这个写下吧 这是新建 新建一个LI元素 复制给 多了LI变量是吧 然后是变量 好 这个关于这个节点上 我们会不会还会具体讲啊 这个大家先看了这样啊 先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把它放回到页面上去啊 这个是把新 把新建的LI元素放入是吧 放到 放到这个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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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集 纸集 纸集的最后面啊 最后面啊 最后面 就是在最后面把这个LI放进去是吧 噴的是放到最后面啊 当然我们 后面学到了什么呢 学到这个节点操作还会放到前面的是吧 或者放到中间的是吧 都可以是吧 好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嗯 放进去啊是吧 放进去之后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执行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我点击这个1 是吧 是不是可以啊 点击2 点击3 点击4 这个没问题是吧 好 5 6 7 8 没问题吧 好 这个9是后面放进去的吧 嗯 好 我点一下它 是不是没反应啊 是不是没反应啊 是吧 没反应吧 为什么没反应呢 它是后来加上去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的执行啊 首先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先选择什么 这里面的8个LI吧 进来的时候是这个LI没有的吧 第9个LI没有的是吧 选择8个LI 然后把这8个LI绑定一个click事件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把它绑在这个click事件 是不是8个LI 是不是有这个事件啊 接着我们怎么 新建一个LI 然后再把这个LI放到这个UL里面 这个LI有没有事件啊 没有绑这个click事件吧 所以第9个LI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是吧 那么为了让第9个有的话怎么样 我们还得重新绑一次是不这样的啊 比如说再怎么写呢 再重新绑一次多了LI 是吧 多了LI 然后怎么样 click吧 click再绑一次是吧 同样写同样一对代码是吧 再重新绑一次吧 点点点啊 是不是得重新绑一次啊 好 什么 让什么 新加入 新加的LI 有 有相同的事件啊 相同的事件 怎么样呢 需要 需要再 需要给它单独绑定吧 需要单独绑定是吧 单独绑定 是这样的啊 需要单独绑定啊 那新加入LI 相同的事件 需要单独绑定 好 那么的话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是用这个事件委托的方式的话 就不用单独绑定了 啊 就不用单独绑定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假如说这个地方 我同样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我不写这个是吧 不用这个绑吧 我再把它注掉吧 把它注掉啊 好 把它注掉完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弄呢 是吧 怎么样弄啊 好 好 进来之后 那么这个东西写在上面是不行的 写在上面的话 那么不能证明它有用吧 这个是不是先放上去的 先放上去之后 下面怎么样 再绑吧 是吧 那么你说这个已经放上去 再绑 肯定是绑九个吧 好 我们把这这几句怎么样呢 这几句啊 把它都注掉啊 这个也不要了啊 好 这是上面绑的这些东西啊 好 把这几句拿下来 是吧 这个拿下来吧 这个不要了 是吧 这个拿下来啊 这个拿下来 然后这个也拿下来 是吧 这个也拿下来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程序怎么执行呢 是吧 先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这才是注料的没用了吧 先是不是执行它啊 先执行它之后什么 委托它来代理LI吧 做这个事情吧 然后再怎么样 再把这个什么 在这个URL里面再插入第九个LI吧 是吧 这个LI是不是没有绑什么事件啊 是吧 没绑什么事件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 需不需要我们另外再绑 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再刷新一下是吧 好 好 点第一第二第三没问题吧 好 第七第八没问题啊 点第九个看一下 点它 没问题吧 好 没问题是吧 好 都没问题啊 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事件委托的好处啊 就是说你后面新加入的这个东西 你有多少 好 是不是不关我的事啊 你里面增加多少 或减少多少 都不关我的事 反正你发生什么事件 最终到我这里来吧 然后我再帮你做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 你说帮你有多少个人 我不关心是吧 反正这个快递到我这里来 最终的话 你帮你哪个人来找我拿快递 你报你的名字 就是我就把你快递给你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 我不用关心你多少人吧 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就是什么呢 事件委托的它的一个好处啊 就是有这么多好处 一个是什么 提高性能是吧 然后这个是不是怎么样呢 还精简代码了 如果说我们像这个写法的话 像上面这么写的话 还得单独再绑一次吧 是不是单独再绑一次啊 这个就不用单独再绑了吧 不用单独再绑了啊 你自己什么呢 想加元素或者解元素没问题 反正我的元素都有什么 都有这个事件 是吧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事件委托啊 那么写法就是这么写啊 Delegate 好